在数位行销与数据分析 我们现在谈到的是数据分析 那在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把资料叫进来了 我们准备要进行所谓的数据分析 去看它的行为模式 那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拿到数据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从右边看到 这张资料表叫做 美国超市销货资料表 然后接下来里面有很多的栏位 其中有的栏位 它前面有出现一个日历的符号 有的栏位它出现数据 就是Sigma 代表说它是一个数值型的资料 那没有出现任何符号的 这个代表它是文字类别 好了 请问一下 当我们要去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是要取得有文字型 有数值型 有日期型 各式各样的资料 那在这里 那在这里 如果你都没有数值型的资料 如何做数据分析 其实还是可以分析的 这是在分析它的次数 次数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数值型的资料 你就是在分析这些数值型 好 所以请问 你现在有哪几 有几个数值型的资料 一二三四五 五个 六个 总共六个 其中有一个 它是错的 有看到区码 各位知道什么叫行政区的代码 举例来说 新北市的这边 这边 应该有一个叫做新浦吧 因为我刚刚是从新浦捷运站走过来的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行政区的代码 对吧 这个行政区的代码 它是文字 它不是数字 可是为了方便取见 我们是拿数字来去取代这个类别 举例来说 还有很多地方会用到这件事 请问学号 它是需要把它加起来 还是需要把它类别化 当是类别化 学号 它不是数值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 这个尝试 再来 所以你看到 折扣 对 它绝对是数值资料 还有看到获利 还有编号 这边用一个假的数值资料 所以其实我们只有四个数值资料 所以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编号 它是类别型的 之类 它是文字型的 它不是数值 请问有没有看到销售额 销售额 还有这边应该有一个叫做利 获利 请问一下 这边有很重要的折扣 数量 就是销售数量 还有 还有获利 还有什么 销售额 请问一下 我们只有这四个数字 对不对 你要去进行什么行为模式分析 这就是各位必须要去理解的 你分析的都是数据 因为数据分析 有没有人针对文字类别来去做分析 有 我们第三次 我们的语意分析 就是要讲这件事 可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 现在要看的是销售额 销售额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销售额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你觉得老板关心销售额 他会关心什么事情 销售额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各位想一下 销售额在做什么事情 销售额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希望销售额高还是希望销售额低 高 对不对 我们当时希望销售越高越好 为什么 销售额高才会赚到很多的获利 对吧 如果你没有把东西卖出去会有获利吗 不会 好 那当前提是销售额要跟获利成正比 一般公司都是这样子了 如果成板比的话 那是不是就要赶快关掉 好 那请问一下 数量有数量的行为模式 你们就要都去想 你们真的都要去想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去观看一下 那他这边的一个类型 因为我给各位的资料都很干净 所以这边全部类型 你都不用再去做特殊的设定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先从画图开始讲起 毕竟数据分析 他要画很多的图 第一张图 我喜欢在这个仪表板上面 要告诉别人 我要画什么图 所以一请点选常用 二文字方块 注意看哦 简单只有几个步骤 然后这个内容请输入 输入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行为模式分析 我们先做销售好了 销售 你做销售 你才能去做利 获利 分析 好 例如说销售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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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字 设大一点 设大一点 好 把它例如说放到这个地方 那我喜欢这个字 要自中 希望说它要放在上下的中间 那我就将游标落在前面 按一下Enter键 那针对这一个 这个物件 它这边有很多的视觉的设定 等一下我再教 你重点 你先把这个文字方块打出来 简单说 这就是Word的操作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完成 我只要左上角 四格出现销售分析 我们先做销售分析 再去做获利分析 这是一家公司 老板他想知道的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在销售分析 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个格式设定 好 例如说 这边 第一个 这边 就是针对它 它不需要做什么筛选 可是你可以针对 这一个文字方块的视觉效果 来去做调整 做格式的设定 举例来说 你可以去设定它的这里 要不要有背景 因为有些人喜欢把它的背景 稍微调整一下 例如说背景改一个颜色 因为它是一个标题 所以它就设一个浅浅的一个颜色 再接下来 这边有看到边界 他把边界强调出来 有看到这个黑色边框 看你要怎么做这个美化 因为毕竟是视觉化分析 好 那就 还有像 例如说 你想不想加个 加个阴影 阴影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不是加了一个阴影 好 换你动手来去稍微玩一下 这只是格式的调整 你们就自己去设定 不过这不设定 也无所谓 接下来 销售分析的格式 我们这个文字方块的格式设定 讲到这边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资料里面 看到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是不是 题目是美国的超市 美国超市的一个销售分析 请问美国总共有多少州 就是你会先做一个基本的描述性统计 所以我会先把它的多少州呈现出来 好 所以我会一用卡片 卡片 卡片在这里 第四栏的第四列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卡片里面 它只要放一个栏位 什么栏位呢 可是当你勾选 勾选这个州 第二个动作就是勾这个州 然后接下来 麻烦请针对这个呈现的方式 我不是要呈现它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来排序的 第一个州就是阿拉巴马州 好 我要讲的是它这里往下的三角形 第三个动作是点往下的三角形 它可以设定 什么叫做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就是去计算阿拉巴马州总共出现多少次 那什么叫做计算相议 相议的话就是阿拉巴马州如果出现50次 它还是只算一次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总共所有资料拿到的有多少州的资料 所以要点计算相议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它只有49州 你知道少了哪一州吗 少了哪一州你们知道吗 在那个美国本岛的外面 夏威夷 可以吗 大概可以了 这样知道吗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总共有49州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 我们也是先告诉别人 我们的描述性统计 这个49就很像是在做这件事